热带气旋小犬目前仍在西北太平洋,维持强台强度。 在今日10月3日上午8时,小犬集结在马尼拉支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一项旅。 海峡至台湾南部一带并继续增强。 天文台在座的天气随比分析,小犬可能受东北季号风影响,来发展存在三种可能性。 而天文台自身的预测路,似乎显示出一定端倪。 天文台指,受高空反气旋想,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持续酷热。 小犬会在位两三日一项旅宋海峡至台湾南部一带,受东北后风影响,小犬随后的路径及强度存在变数,有能沿广东沿岸海域移动并减弱。 受高空反气旋想,本港天气持续酷热。 截止前日10月1日,天文台已续11日路得摄氏33.0度或以上的日最高温度。 其中9月连续10日达到酷热水平,打破了2009年的记录。 当年的9曾连续8日达到酷热水平。 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再来一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该区持续酷热。 另一方,从卫星云图可以看到,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 炫小犬在过去数日逐渐增强,并已发展出风眼。 与小犬未来一两日经过的水域不论海水温度,热带气旋前日都较高,而且垂直风切变微弱。 预小犬会继续增强并已强台风或以上强度一向。 宋海峡至台湾南部一带。 但天文台提到,电脑模对小犬随后发展仍然存在分歧,主要有以下三个。 净,若小犬横过台湾南部情境一,会受台湾地形响,加上小犬进入南海东北部时会再较干燥的北济后风影响下减弱。 在此情境下,小犬对广东岸的影响将是呼其减弱速度。 沿岸地区风是会大吉有咒语。 但是若小犬采取较难路径情境二,于受台湾地形影响较小,将维持较高强度进入海东北部。 本周后期广东沿岸天气可能显著转,极有狂风骤雨。 在情境三中,位于华南的高空反旋较弱,小犬将受西北太平洋高空反气旋的引气流影响而在台湾附近转向东北移动。 在此情下,广东沿岸主要受东北济后风影响而较为干。 此外,天文台正在试验的人工智能模式盘古的侧与情境一较接近。 东北济后风由台风杀手之,其较干燥的特性,有可能对热带气旋的结构造破坏,但在个别情况下亦有些许机会出现叠加过,变数很大。 然而,从天文台官方的预测路径可,预料小犬会以强台风或以上强度登陆台湾南,其后进入南海北部,逐渐减弱,并转关西南偏西。 动,在下周日10月8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故此天台今次倾向认为东北济后风会令小犬减弱。 天台指,在秋天,东北济后风与热带气旋产生微妙。 相互作用,令秋台不论在路径和强度上都比较。 便,小犬的路径及强度变化会在未来数天逐渐。 朗,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发展和动向,市民请留。 天文台的最新消息,星岛头条APP经意推出。 新版本,请立即更新,浏览更精彩内容。 新版本,请立即更新,浏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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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